假如祖上干了坏事去了三恶道 那是不是祖坟风水再好也没用 没用的 还毕竟不被他拖下去已经蛮好了 你还想祖上毕竟 对呀 说的那种祖上积德的人 全是祖上很积德的人 那么普通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祖上到底是干了好事干了坏事 所以就乱来呀 就是说反正试试看了 风水弄得好一点了 希望能够毕竟了 但是很多人不是照样家破人亡了 很多人祖上不是很好吗 不是坟弄得很好吗 那些军阀 但是他的后代都被烧死 淹死烫死摔死了 也就是说祖坟只有对去的 散道的人才会有帮助 对 没关系啊 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